體育署長張兆熙 為東京奧運選手去成包機的座位 倉等風波 請辭護准 九月二號將歸鑑回到臺市 達任教 張少熙下午主持體育署 最後一次立會時表示 這一年跌跌撞撞 有賴同仁 支持努力 也為東奧風波 致欠兩度鞠躬 體育署長任內最後一次主持 例行記者會 被張少熙兩度鞠躬 表達感謝與歉意 他謝謝同仁努力與媒體包容 他向東奧所有後勤同仁致欠 因為辛勞全被積位風波抹滅 因包機風波自行處分 即便中華隊兩金四銀六銅創下最佳成績 張少熙仍堅辭歸見臺師大 再為一年成為任期最短的體育署長 他強調體育署會越來越好 而儘管署長誰接 還是副署長或次長站帶 教育部還沒公佈 但東奧這次好表現 體育署宣布六十八位選手都會獲得十萬元的激勵獎金 按國光獎章規定 取得奧運前八名的選手才有獎金 不過因疫情下取得參賽資格就很厲害了 體育署首次獎勵所有參賽選手 獎金全由運動發展基金指引 記者李小慧 吳家寶 臺北報導